当地时间3月17日,爱尔兰卫队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圣帕特里克节的活动。 尽管威尔是王菲凯特于去年荣升为了爱尔兰卫队的荣誉上校,但因为他现在正处在腹部手术的恢复中,所以并没有露面。 代表凯特向卫队的吉祥物,爱尔兰猎狼犬特洛·莫尔赠送三叶草的,是克里斯托弗吉卡少将的妻子吉卡夫人。 不知道昵称叫西莫的四岁猎狼犬会不会有些萌,不仅为他送上三叶草的人换了,就连身上的斗篷都短了一大截。 现年42岁的凯特是从自己的丈夫威廉王子那里接手荣誉上校这个头衔的,而在此前他一直都作为荣誉上校的伴侣,参加这项活动。 凯特没有录制视频,向卫队祝贺节日,他和威廉所拥有的官方账号上发布了一段视频,标题是圣帕特里克节快乐。 不过凯特倒是得到了士兵们的敬意,在广场上所有士兵列队后举起帽子,欢呼三声。 凯特又一次因为没有发视频,而引发了各种猜测,不过就在17日当天他和威廉的一位亲密朋友接受采访时表示,凯特不会迫于传闻的压力而临时露面的。 夫妇俩希望对凯特的健康状况保持清晰和开放的态度,但只会在他们感觉准备好时与公众分享。 这位威尔士家的密友如此说道,就凯特的情况而言,世界上几乎没有人比他的脸、身体、衣服更容易受到评判。 正在发生的事情正是他们所说的那样,他在医院住了两周,复活节后回归。 那么,他为什么不在车后做挥手呢?答案是,他不是表演小马。 此外,这位朋友还表示说,威廉·凯特知道社交媒体上有关于他们的各种各样的谣言,但他们只是知道而已,因为很少浏览X平台之前的推特,他们了解的并不多。 他们关注新闻,并查看英国广播公司的突发新闻提醒。 在《每日邮报》刊登有关凯特密友的说话内容后,留言板上涌入了超过2700条的评论,网友主要来自英语国家,包括英国本土、美国、加拿大、新西兰等。 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的英国网友都认为应该放过凯特,这件事情已经无需过多地解读和讨论了。 不过与此同时,还是有一些人相信阴谋论,并且认定现在那些积极的消息,都是在粉饰太平。 据说,凯特最快会在4月17日出现,要不就是复活节当天和王室家人一起到教堂做礼拜。 那就拭目以待了,看看他能否如约付出。 虽说凯特这边的状况有些悬而未决,但患上癌症并接受治疗的查尔斯三世,倒是公布了自己下一次公开露面的时间,就在今年6月15日,他的官方生日庆祝活动上,也就是白金汉宫前的阅兵仪式。 不过有一点遗憾的是,现年75岁的查尔斯无法骑马了,要是遵医嘱的话,他不得不乘坐马车。 去年,当查尔斯迎来第一个官方生日活动时,他是坐在马背上检阅的。 而就在前几天,俄新闻发言人真是神预言,铁娘子说不出周六,英国人就能找到他们的王妃。 果然,这不昨天就有人看到凯特、米德尔顿王妃和老公威廉带着孩子们去了温莎的一家农场商店,而且还在那里玩了一会儿,一家五口,一个都不少。 道道还说,目击者表示,凯特昨天看起来精神很好,也很开心。 当然,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说替身之类的。 但是你想让孩子们配合替身表演,可就太难了,特别是还不满六岁的小路易,一个替身在想妈妈,她也不会亲近她。 威廉和凯特带着三宝露面,而且还特意去到农场这样,有人却不太多的地方让人看到,估计就是想粉碎什么替身说。 不过也许有人还会说五个都是替身。 好吧。 其实,这场风波的起始,源于查尔斯和凯特关于病情披露的不同方式,一棵树开了两样花,自然怪异。 而肯辛顿回应西班牙的昏迷说,就已经输掉这场舆论战的掌控权。 就像你去超市被怀疑偷了东西,当你辩解你没偷的时候,你就输了,你会被要求把口袋掏干净,把衣服脱掉,甚至上下其手的搜身。 所以,应对怀疑的最好办法就是不回应。 如果你回应了,就会被人牵着鼻子走,陷入自证清白的陷阱。 你必须刨复说明你到底吃了几碗粉。 不过肯辛顿的掌门人到底是年轻,缺乏应对经验,没忍住回应了西班牙媒体,就进了没事出来走两步的怪圈。 他们没想到,比起昏迷说,接下来的谣言才更惊悚。 一场席卷全球的寻找凯特即将上演。 明明王楚飞的康复时间并没有超过官宣计划,一切如常地在进行中,但是从2月中旬回应了西班牙以后, 凯特必须出面辟谣的呼声就越来越大。 但是很明显,一个刚刚做完大手术的病人出境,是很不现实的事儿,凯特出不来,所以谣言满天飞也就控制不住了。 因为看客们的心理需求,已经到了必须刨复自证的阶段。 何况肯辛顿还忙中出错,发了那张到现在也说不清是怎么回事的全家福。 只能说教训是惨痛的,代价是沉重的。 特别是原来被寄予厚望,人缘不错的威廉,在一些人眼里已经成了不值一提的渣男。 希望王楚夫妇能好好总结经验教训,以利在战,要知道继承大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而另外的一则消息是,据英国《每日邮报》与《太阳报》报道,日前,法国一个颇有影响力的组织,使用戴安娜王妃在巴黎遭遇车祸时的车辆照片来做广告,宣传安乐死,称戴安娜王妃当时没有选择,但2024年,人们有选择了。 这一做法被两家报纸斥视为卑鄙。 该组织并不是一个岌岌无名的小组织,而是一个在法国总统竞选活动中颇有影响力的著名组织,甚至已故戴安娜王妃的朋友就是该组织荣誉委员会的成员。 此事引起戴安娜王妃朋友们的谴责,英国读者却对此反响不一。 做广告的是一家法国支持安乐死的组织,名为ABMA,据称该广告是面向36岁以下的青年人,呼吁他们支持安乐死。 近日,法国马克龙总统刚刚宣布他支持患有绝症的成年人有选择安乐死的权利。 该广告里展示了1997年戴安娜王妃与情人多敌,法耶德一起在巴黎隧道中遭遇车祸时所乘坐的梅塞德斯奔驰的悲惨照片,照片上写着戴安娜,下面写道,她没有选择自己的死亡,2024年,我们应该有选择。 广告一经在社交媒体X及从前的Twitter上发布,就引发了猛烈的谴责风暴,戴安娜王妃的朋友及英国政治家们称,这则广告是卑鄙,恶心,令人反感,丑陋的。 罗莎,蒙克顿是戴安娜王妃的密友,1997年戴安娜王妃在巴黎阿尔玛桥隧道遭遇车祸身亡前几周,蒙克顿男爵夫人还在跟戴安娜王妃一起度假,她说,看到这张惨剧照片, 出现在广告里,她感到震惊且恐惧。 南爵夫人说,这种做法残酷,也是一种试快和机会主义,戴安娜王妃在她一生中一直饱受盘剥,现在,她的死亡竟以这种龌龊的方式被利用,这样的事不该发生。 肯心顿宫的内部人士则表示,对此事无言以对,这样的广告已经触及了底线。 法国本国也有声音反对这种广告,法国重要报纸《非加罗报》质问, 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通过安乐死立法,就可以避免戴安娜王妃的悲惨结局。 记者彼得罗内拉·华亚特也是戴安娜王妃的朋友,他愤怒地表示, 这条广告堪称baby,这跟他们要宣传的观点支持安乐死倒没有什么关系。 关键在于,戴安娜根本没想死。 华亚特说,可怜的戴安娜被人利用的方式竟然如此匪夷所思,让人难以置信,广告挖掘的是对戴安娜孩子们来说非常痛苦和充满创伤的记忆。 华亚特认为,ADMA应该道歉,如果我是戴安娜的亲属,我绝对会被激怒。 你怎么能将一个人在壮年时遭遇的悲惨车祸与安乐死进行比较呢? 面对汹涌的抗议,ADMA将广告匆忙撤下,但将原因归结为照片可能冒犯了一些观察家。 在邮报报道的评论区,大部分留言者感觉愤慨,认为该组织践踏着人类的尊严,没有底线,但也有评论说,照片如果用来宣传系安全带,还可以理解出车祸时,戴飞没系安全带。 另有一些读者提到了哈里,在他们的理解中,哈里和梅根,马克尔也在利用已故母亲的悲剧做营销。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欢迎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探讨,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哦。 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